他相遇固知,现场的气氛格外感动,基隆公测会总干事刘启奇首忍日语,在现场协助翻译。 而这位松川李子女士出生于基隆,七岁的时候跟父亲坐船到日本,现居宫古岛市的一粮步岛。 他在新闻上看到台流国际繁传赛,知道基隆交流团到访,怀着思乡之情,想来见见基隆的家乡人一面。 终于在岸边等到了交流团,老夫人说,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到来自故乡的人真的很幸运。 她说她很高兴,她说她现在还在,她已经八七岁了,她没有想到可以在这个地方,帮我们基隆人在这边,这样子。 她说她很开心,她说她没有想到八十七岁,年轻人大了,她有这一天。 她说她很开心,她说她没有想到八十七岁,年轻人大了,她有这一天。 可以再碰到我们基隆人,她觉得她觉得自己很庆幸,现在还现在。 我们也很高兴,马达,我们也很高兴,来这边可以看到基隆人。 这是我们的乡亲。 不知道。 谢谢。 谢谢。 fucking 不 풀。 不要不要。 赶责。 赶责。 zaiwan foreigners。 ، 师傅、 tecnologia、 chip! 谢谢。 谢谢。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